第三章 保罗不以哥林多教会为熟灵的 是如今还是不能 你们仍是属肉体的 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宅度纷争 这岂不是属肉体 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 有说我是属保罗的 有说我是属阿波罗的 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 阿波罗算什么 保罗算什么 无非是执事 照主所赐给他们各人的 引导你们相信 使徒与上帝同工 我栽种了 阿波罗固贯了 唯有上帝叫他生长 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 固贯的也算不得什么 只在那叫他生长的上帝 栽种的和固贯的都是一样 但将来各人要照自己的功夫 得自己的赏识 因为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 你们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 所建造的房屋 唯有基督是教会的根基 我照上帝所给我的恩 好像一个聪明的公头 立好了根基 有别人在上面建造 指示各人要谨慎 怎样在上面建造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 就是耶稣基督 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佳 在这根基上建造 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 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 有火发现 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 若存得住 他就要得赏赐 人的工程若被消了 他就要受亏损 自己却要得救 虽然得救 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门徒是上帝之殿 应当圣洁 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 上帝的灵 住在你们里头吗 若有人毁坏上帝的殿 上帝必要毁坏哪人 因为上帝的殿是圣的 这殿就是你们 人不可自欺 你们中间若有人 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 岂不如变作如绝 好成为有智慧的 因这世界的智慧 在上帝看是如绝 如经上记着说 主叫有智慧的 中了自己的诡计 又说 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 是虚妄的 所以无论谁 都不可拿人夸口 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 或保罗 或阿波罗 或基法 或世界 或生 或死 或现今的事 或将来的事 全是你们的 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 基督又是属上帝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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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